大家好,我是Roger 這段影片想跟大家講講DSE英文保底最常犯的三個錯誤 絕對不是跟大家亂吹吹的 我會特地在考評局官網看LV2同學的samples 從中去找一些他們常犯的錯誤給大家參考 因為大家要記住,如果你要保底 例如說你要找LV3或LV4的話 其中一樣最重要的是不要犯LV2同學經常犯的錯誤 然後再加些LV3或LV4同學做到的事情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去片 其實很簡單,只需要在Google找DSE英文保底 大家第一個搜尋應該是 考評局2019的Paper 2 examples 我們一起按進去 到最底的位置,大家不單會看到LV2同學的sample 而且會有考官的評論 第一個大家常犯的錯誤就是不用Tense 例如大家可能會混亂了Present Tense和Past Tense 又或者在一些不適當的地方 以為很厲害,就下了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或者Present Perfect Tense 大家記住,下Tense沒有是否厲害之分 只是有恰當和不恰當 當然有些Tense你下了,例如Present Perfect Continuous Tense 其實你下了是比較漂亮的 但如果大家在不恰當的情況下用 其實是識得其反的 我們就馬上去看看LV2的同學 然後他犯了一個什麼錯誤 那我就在文章中抽了這一句 大家看到 You can get information about Pop Culture When you watch TV and Films 大家特別留意句子的第二部分 為什麼無端端要用Past Tense 為什麼要用過去式呢? 可能大家會覺得 因為我現在考考的時候 那些人不是在看電視的 這個是在說以前的人看電視的 其實這樣想是有點像是而非的 好像是對的 但其實是不對的 正確的想法是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 你在陳述一些事實 你在陳述一些Fact 當我們在陳述Fact的時候 Fact的意思就是代表 其實我是昨天、前天 其實我是不同時間裏面 我都是正確的 是一個事實來的 只要它有一個事實 而且它是跨時間性的 即是以前、現在、將來都對的 那我就會用Present Tense 我就會用現在式的了 那所以我就必須要把Watched 本身是Past Tense 我要把它變回Present Tense 變回現在式才可以的 那所以大家就記住了 如果我在說Fact、事實的時候 就記住了現在式 就不要亂想 過去式行不行呢? 或將來式行不行呢? 雖然這樣說好像很簡單 但當考試你有壓力 你去應對的時候 而你又未真的建立了一個習慣 事實按Present Tense 那很大機會你考試的時候 就會失分了 因為你會不小心寫錯了 但其實那個不小心 就不是因為你真的不小心 昨晚忽不夠 是因為你的習慣還沒練好 還沒練熟 所以這個位置 Present Tense 或是Past Tense 那些應用 大家真的要好小心 那之前的影片 都有介紹這個網 就是講一些Grammar的Exercise 那建議大家 真是用心了 嘗試在Tense那裏做不同的Exercise 讓自己變成習慣 好像機械動作那樣 那久而久之 大家面對這些情況的話 就不會犯剛才Level 2的同學的錯誤 因為大家已經是慣性 因為大家已經是慣性 習慣去寫一些對的東西 那第二個經常犯的錯誤 就會是Subject和Verb 錯的配對 什麼意思呢 這樣講好抽獎 我們一起去考卷那裏看看 一些例子 那我回來這個Level 2同學的Sample 我又抽一句去和大家做個分析 我們一起去看黃色這句 Music and Concerts can get information quickly 就這樣看其實好像很合理 因為音樂和 Concerts 即是演唱會 或者音樂會 可以拿到資訊 即是很快的拿到資訊 可能有些人都會覺得 OK 因為那些人從音樂會 或者一些 Concerts 真的可以得到資訊 但問題就會是剛才說的重點 就是Subject和Verb配對錯了 那我給大家看看 黃色就會是Subject 就是Music和 Concerts 那Verb就會按綠色 就是Can Get的位置 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問題就是 拿到Information Get Information的 根本就不是Music和 Concerts 你會知道這樣寫是錯的 雖然意思上面 大家可能會知道 但Language考試 就不是純粹 你要達到生字 然後考官自己理解 你是要字面上 Grammar都寫得對 去給考官理解 這樣說又有些抽象 我們具體看一看 可以怎樣改 其實改的方法 我就會運用Allow這個字 因為Allow是容許的意思 改完之後 句子就會變成這樣 Music and Concerts Allow individuals to get information quickly 現在字面上 就會變成 音樂和音樂會 就容許一些人 Individuals 就會有一些人 就是People 那些的信用令 容許他們怎樣呢 就去容許他們 拿到一些資訊 很快速的拿到一些資訊 現在就碰到了 因為我同時表達 兩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 就是人們可以得到資訊 很快的拿到資訊 第二個意思 就是他們為什麼 可以很快的拿到資訊 就是因為有Music和Concerts 這兩樣東西 去幫助他們 去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大家就記住 其實Allow這個字 有時候會幫我們 去解決到 這個 subject 和Verb錯配這個問題 但是當然 回到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大家要識別到 要知道那句 它是有 subject Verb錯配這個問題 先 因為就算我們知道怎樣改 但如果我們真的 落筆考試寫的時候 不知道那句是一個病句的話 其實有時候都無補於是 因為我們都覺得不需要改 同樣一些Grammar的exercise 都會幫到大家 建議大家努力去做一做 第三個很常犯的 mistake 就會是 漏加了apostrophe s 同樣我們有兩個step 第一個就是 識別漏加的位置 第二個就是正確地加上去 但這次我們主要 先在A個位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個level 2同學的sample 究竟哪個位 它沒有加到這個apostrophe s 同樣 其實識別不是真的很容易 因為有時候 我們直接把它變成廣東話 你會發覺好像很正常 好像對 譬如這一句 You must concern about the singer wearing style 我們真的要很關注 那個歌手 他的衣著風格 但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考生他分略了 subject和 object的規矩 很多時候我們在subject和object的位置 我們只有一個main subject和主角 即是主角 其實假設大家在藍色這個位置 就是看到the singer wearing style 就是因為occupy了 它就佔據了一個object的位置 但問題是 這裡根本是說兩件東西 第一件東西就是the singer 第二件東西就是wearing style 究竟其實作者是想說要關注那個singer 還是要關注他的wearing style呢 如果我漏加了apostrophe s的話 讀者是不會知道我想強調那個位置在哪 那你可能說 喂不是啊 即是直覺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應該是關注他的衣著風格 那不用寫 但我們不能assume 我們自己寫一些錯的東西 然後讀者 即是個考官 他來幫我們自動translate 當然 其實他內容上是明白的 但因為這個是語文考試 他不是geography 他不是physics 他不是其他學科 所以在grammar文法上面 他一定會執行的 即是他會很邪惡地跟你說 其實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沒辦法了 要扣你分 那大家就不想被扣分 所以就一定要加這個s 那很簡單 因為我知道其實他關注 wearing style才是主角 而歌詞人前面那天 只是個補充 即是說 誰的衣著風格 原來就是歌手的衣著風格 所以大家看到在紅色的位置 我就一定要特意去加一個apostrophe s 令到我可以改回這個病句 那so far在這段影片中 我們講了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千萬不要不用tense 即是大家要分清楚什麼時候用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第二個很多時候我們subject和verb都會配對錯 要經常想一想 究竟這個動詞和我的主語和subject 是不是配對的呢 是不是match呢 是不是適當呢 第三個就是我們六加apostrophe s 這個位置就是大家要多點意識 究竟我的主要subject 或者主要object 是誰呢 然後誰是配角呢 我呢一定要經常去想想 經常去看一看自己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學到東西的話 不妨給個like 或者subscribe我 這樣都會支持我 繼續去拍類似的影片給大家 如果你是今屆DSE 因為DSE都在倒數中 即是迫在未知 那記住堅持下去 我都會陪大家一起努力 即是我就努力拍片 那如果你說你是form4 或者form5 甚至可能你是初中 即是你可能覺得自己英文底節 不要來看這段影片 我建議就今天開始行動了 就是可能學得一件事 慢慢一步一步去提升自己grammar 或者去提升一些英文基礎的知識 真的沒辦法 有時候如果大家想提升得多的話 其實不能速食 真的要一步一步去走 所以我們一起努力 那希望下一段影片都可以見到大家 那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可以追蹤 之後 kill 請